紅衣男子開車將女友 送到醫院進行搶救 但女友還是宣告不治 事後警方發現原來兇手 根本就是這個 穿紅衣的李姓男子 而且他女友 已經懷有三個月的身孕 警方在現場找到一根木棍 長90公分 他就是作案凶器 李姓嫌犯就是用這根木棍 在女友背上 打出五六十道傷痕 活活打死人 有沒有很驚訝 對啊 就覺得很不可思議 可是就是因為不敢問 如果是這麼可怕的事 我們也不敢問 嫌犯公稱9月10號 他跟女友還有其他朋友 到東石山區玩 女友想要一起住民宿過夜 但他不想住 說自己有事要先回家 兩人起了口角 嫌犯一氣之下 就將女友從二樓推了下去 隔天兩人回家後 再度爆發口角 嫌犯再度狂毆女友 事後送醫也沒用 一失兩命 經醫師檢查後 該名女子已經有三個月的身孕 所以造成一失兩命 男友公稱他也知道說 女友已經懷孕三個月 明知道女友懷孕 還因為情緒失控痛下殺手 事後再後悔也已經來不及了 記者台中綜合報導